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的半生心结 妈妈 你在哪儿 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我们频道正在策划一档情感援助类的公益节目 如果您跟孩子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如果您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如果说您有什么打不开的心结呢 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报名方式请您看好了 经过专家评估之后 我们的专家团将会上门服务 帮您破解家庭难题 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画面当中的这名男子呢 他叫做曾海清 今年43岁 是赣州市赣仙人 他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 说从小到大呀 他一直有一个心结 现在他都已经43岁了 但是这个心结呢 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反而是愈发的强烈 那么不惑之年的他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为何这个心结会折磨他这么多年呢 我们要找我亲生母 想找你亲的女性吗 是 他 你没有跟他一起生活吗 没有 我要死 要不败 一说起生母 曾海清突然就泪流不止 找到亲生女性 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 曾海清坦言 他幼时就从玩伴的嬉笑声中得知 自己是养父母抱养来的 从直到生世那日起 他的心里就萌芽了一个想法 七八岁都知道了 嗯 所以心里面感到 老子里面有个爷爷 曾海清坦言 小时候得知自己是被抱养一事后 他就一直想去找亲生父母 觉得亲妈那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我就是一直想看他一眼 不管他愣不愣 虽然已过不惑之年 但说起亲生母亲 曾海清就像受了委屈的孩童一般 泪水连连 曾海清说 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 小小的他便在心里暗暗发誓 将来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妈妈 看一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问一问当年 母亲为何要狠心将他送人 我的意思不管他很不狠 我还是抗大医 我知道我做儿子的什么 曾海清说他不明白 为何生母要把他亲生的骨肉给送人 到底是他身患重病无力抚养 亦或是有其他难言之一 如果没有 那又为何如此狠心 我想问他一句 哪怕他理不理你 看来被生母抛弃的这个身世 深深地伤害着曾海清的心 但他对亲妈的渴望 却没有因伤心而递减 反而愈发强烈 曾海清回遇 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 但他从未敢问过养父母 然而就在他19岁那一年 他的养父却亲口告诉了他 这个事实 曾海清说因为成家早 他19岁那年就生了女儿 第二年女儿生病没钱治病 他问养父要钱 养父说没有 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生了争吵 情绪激动中 养父说出了他是被抱养于事 自此隐瞒了多年的曾海清的身世 被养父母彻底揭开 找狗 就是打电话 就找不到 就是没有姓氏 也不知道什么 就去找 曾海清说 养父告诉他 生母名字叫赖玉莲 老家可能在穗川 1976年3月13日 在吉安市人民医院生下了他 队友 曾海清告诉我们 因为知道寻找亲人的心情 也为了更方便寻找亲生母亲 他加入了干州市志愿者协会 在义务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希望能帮到自己 而他的队友 帮他查到了有关赖玉莲的信息 泽海清坦言 这么多年了 他多次打听 始终没有消息 而这次 通过干州市爱心志愿者的 队友帮忙 他第一次清晰地有了 寻找生母的信息 这个好像是在穗川吧 穗海清看着这几张 疑似生母的信息 看了许久 他说 其中一个在穗川县 另外两个在泰河县 而泰河县 是他刚出生就被抱养的地方 穗川县呢 是他养父知道的 关于生母的信息 为了寻找生母 曾海清决定 前往这两个县寻找 而他的队友们 也非常支持他 眼前这位就是干州市干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会长 他告诉记者 大年多前在干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成立不久 曾海清就加入了志愿者协会 在队里 曾海清表现很好 非常热心 经常义务帮助别人寻亲 海清就在医院里边就走掉了 我没有回去找 你帮别人的同时 你能感同身受别人亲人走失的这种 寻找亲人的这种感情 是吧 曾海清说 每每看到亲人相聚的场景 他都会难过 立刻就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又在哪里呢 看着海清难过的样子 我们和志愿者决定立刻出发 从干州一路北上 先前往崔川县 再沿途北上太和县寻亲 那么寻亲第一站 岁川的那个赖玉莲是否就是曾海清 日思夜想的生母呢 而曾海清这样不顾一切地去寻找生母 他的养父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4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路跋山涉水 他又能否顺利找到生母 男子的半生心结 妈妈你在哪 都市情人正在播出 43岁的干州男子曾海清向我们求助 想要寻找他从未见过面的生母 并且与他见上一面 我们从干州一路北上 那么寻亲的过程当中是否顺利呢 当年曾海清又是如何被抱养的呢 由于队友给曾海清提供的图片上 只有疑似曾海清生母的所在线 并没有更具体的地址 所以到达岁川县 我们一行先向当地警方寻求帮助 在岁川县全江派出所里 民警查询到了岁川县赖玉莲的家庭住址 并且在岁川县叫赖玉莲的只有这一个人 而且年纪也大体符合 我们一行人都非常激动 曾海清说养父告诉他 他的生母呢是岁川县人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年纪符合 地址符合的赖玉莲 有很大可能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那么曾海清寻找亲生母亲 他的养父母又是什么态度呢 而当年他们又是从谁的手中 抱养了这个孩子的呢 我记得 记得 是76年 曾海清的养母名叫刘作英 已经84岁高龄了 老人告诉记者 收养曾海清那年是1976年 当时他已经41岁了 结婚多年他一直未能生育 而就在那年他竟然怀孕了 孩子虽还未出生 但他已经知道了父中是个女娃 1976年三育的一天 他突然接到了弟媳妇的一个电话 问他要不要收养一个男婴 而这个男婴正是曾海清 刘作英坦言 弟媳妇告诉他 这个男婴出生在吉安市人民医院 出生当天就被家人给抱出来送人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孩子抱出来之后发生了意外 就这样本来要被抱养的孩子 突然没人要了 刘作英说 抱养男婴的那户人家 刚好是弟媳妇家的邻居 而弟媳妇知道 他多年来一直想抱养个男孩子 就立刻通知了他 刘作英回忆 多年来他用尽了办法 却一直无法怀孕 他就答应 抱养了这个才出生七天的婴儿 刘作英告诉记者 当年曾海清被抱来的时候 是带着出生证的 上面有生母的名字 还有曾海清的出生信息 但是出生证早在多年前 老屋拆迁的时候 就给弄丢了 详细信息不多 要寻找生母的确有几分困难 那当年抱养曾海清的第一户人家 应该是最直接的知情人了 但曾海清告诉我们 舅妈家的邻居也早已经不知所踪 她的舅舅也早就过世了 舅妈也因为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变得神志不清 所以才导致 这么多年她想寻找母亲 都无法成行 您说从第一个抱养你的人家 就打听不到消息了是吧 打听不到 而这一次 在队友的帮助下 寻心才得以成行 现在我们已经从 岁川县当地派出所 查到了赖玉连家的详细地址 得知消息的我们 立即踏上了寻亲的征途 继续前行15公里左右 我们才到达了 岁川县高平镇 车下村村委会 通过查询 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村的确有一个名叫 赖玉连的人 但这户人家住得比较远 在车下村的山顶居住 为了帮曾海清寻找到生母 最终我们一行两辆车子 在工作人员摩托车的带领下 一路盘旋而上 而快到山顶下车之后 还有一段山路要爬 但曾海清却并不觉得累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叫赖玉连的人家 竟然独独一家 住在接近山顶的地方 曾海清不惜经历艰难前走 跨过小溪 走过山路 爬过了高山 最后终于抵达了山顶的 疑似生母家 让我们意外的是 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 这户人家房屋敞开 却空无一人 这一切让辛苦找来的曾海清 顿时是心口意景 那么这户人家的主人去哪了 他会不会就是曾海清的亲生母亲呢 杨母杨子纷纷落泪 到底有何隐情 历经千难多方寻找 最终他又能否见到生母 男子的半生心结 妈妈你在哪里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干州市干县的曾海清 从小就有一个心结 就是想去见一见自己的亲生母亲 他曾经多方求助都没有结果 如今双腿已经迈进了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母亲的家门 那么两人相见 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呢 而曾海清的养母 对养子的这次寻亲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刘作英老人说 他从曾海清七天大开始养起 现在养子已经43岁了 他和丈夫眼看着养子结婚生子 现在养子的女儿都嫁人生了孩子 儿子却还要去寻找生母 他说这43年来 他一直害怕这一刻的到来 但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说我不要多心 我们就救 不要多心 他说要去干一面 吃早 不要支持你 说起养了40多年的孩子 要去寻找亲生母亲 84岁的刘作英 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悲伤 伤心地哭了起来 他难过于自己43年的含辛茹苦 娘子还是日日惦念 生母在心头 刘作英老人告诉我们 他的老伴早在五年前已经过世 虽然这个儿子已经43岁了 但直到现在 他还在日日苍心养子的事 他告诉记者 儿子离婚了多年 至今也不找对象 本来儿子是做油漆工的 如果好好干的话 收入也会不错 但儿子近几年来似乎无薪工作 老人语重心长地说 儿子大了 他不担心儿子不回来的问题 相反 如果找到亲生母亲 能够让养子从此振作起来 那也是一件好事 四十多年对养子的教导 刘作英说 他对养子不能说不用心 刘作英对儿子哭诉着 而曾海星却一直低着头 在翻看手中疑似生母的照片 或许不是曾海星无情 而是他不敢面对养母的眼泪 因为我们分明看到了 他眼角的泪水鼓鼓流出 就被他匆忙擦拭 不回家 因为小的妈妈就不要这个眼 不回 你告诉你 你跟养母靠里 你不接受你 然后 我叫的 妈妈这么落实你 没有吧 一个是 就是也没什么心情什么的 都是因为这个 找到了然后 要的那个生意 根本这么年轻 找老婆都好 也一找我们的 跟上去不加 你希望他将来成个家是吧 还不是 最终 带着养母的祝福 我们也行人一路跋山涉水 现在终于来到了 第一个赖玉莲的家里 十分钟后 赖玉莲出现了 她会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眼前白发苍苍的女人告诉我们 她确实叫赖玉莲 今年66岁 但她告诉我们 自己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儿子是最小的 并且在1976年 她并没有生下一男孩送人 匆匆告别 曾海清要继续北上 两个多小时后 我们到达了泰河县 工业园区派出所 我们刚刚查到了 有两个都是在这个马市镇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 应该会相当顺利 庆幸的是 泰河县的这两个赖玉莲 都在马市镇 曾海清决定 首先前往那个 跟她长相相似的 赖玉莲家里去 40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赖玉莲所在村 我们来到了赖玉莲家门口 赖玉莲不在家 孩子跑出去找了 而我们却见到了 赖玉莲的老伴 在等待的时间里 我们和赖玉莲的老伴 简单说了情况 那么这个赖玉莲 是否就是曾海清的生母呢 你的年龄 跟她的年龄 你是她的 那这个方面 你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我是76年的 她是76年出生的 76年3月13年出生的 我们好像是77年 77年认识的 是吧 曾海清出生于 1976年3月13日 而赖玉莲的丈夫告诉我们 她和老伴赖玉莲 是1977年才认识结婚的 简单了解完情况之后 赖玉莲的孙子回来了 说奶奶就在路口 赖玉莲的老伴 先去路口那里询问老伴赖玉莲 而赖玉莲极力否认了 之后曾海清迎面走来 和赖玉莲互相打量了彼此 两人都没有言语 不行 眼前这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也叫赖玉莲 见到曾海清 不管什么问题 她都用不是两个字来回应 没有其他询问 看了一眼照片后 赖玉莲站在曾海清对面 上下反复打量了她 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 在我们这里如果发现有 我也帮你提供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是留个电话号码 在我们询问下 赖玉莲说 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现在孙子都十几岁了 蓝玉莲基本没说什么话 去房门口了 曾海清希望和蓝玉莲合影一张 但蓝玉莲拒绝了 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边 对吧 最大的希望再次落空 赖玉莲的心情有些失落 我看她眼眼的嘴角了的话 她眼色不一样 眼光各方面就看了我一下 但是她讲不是 没有不好都讲 但还好我们还有下一站 唯一的希望 落在最后一个赖玉莲的身上 那么最后的寻找 又能否有满意的结果呢 一个多小时后 一番打听 我们来到了太和县 庙前村的赖玉莲家 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第三个赖玉莲 今年七十岁 当听到要寻找的赖玉莲和她同名同姓时 她变得好奇起来 但眼前的赖玉莲告诉我们 她和老伴1968年结婚 婚后并没有送养儿子的情况 那一连大方的和曾海星合影 并祝福她早日找到妈妈 经历了两天的寻找 曾海星却没有如愿地找到亲生母亲 虽然她有些失落 但似乎也有新的收获 经历了一番寻找 曾海星说她也打开了心结 毕竟在有生之年 她用尽了全力出来寻找了生母一次 不管这三人里 有没有她的生母 认不认她 她没有遗憾了 就在曾海星寻找生母的过程中 杨母不断打电话来询问 是否找到了生母 她对曾海星的挂念和惦记 我们都看在眼里 两天的寻找 最终让曾海星想清楚了很多事 打开了心结 曾海星说 以后她会好好做事 好好孝敬养母 中国有句古话 生儿不养 断职可还 生儿养之 断头可还 为生儿养 百事难还 这句话我们送给曾海星 同时我们也理解 对生母的挂念 是人之常情 但一定要善诞养你 灭敏四十多年的养女 同时通过今天的故事 我们也告诫大家 生了孩子就要承担起责任 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 这样会对孩子的一生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喜欢旅游的朋友 欢迎您随时报名参加 我们的都市放心游 另外我们的节目 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